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更容易就记住他 而凭借在剧中的出色演技 收敛了一大批粉丝的热捧 那一年 胡德才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 白人参考 白剧过戏 2018年已经过去200天 我们的胡德已经36岁了 本命也还是单身 罕见胡德更新微博 可是这两日就更新了三回 让粉丝们很是欣慰的 7月27日凌晨 胡德发布了一条非常简短的微博称 日出东海 我心向南 并配了一张太阳 刚刚出来照耀在海平面 一颗头盔静静放置在马路边缘的图片 不管是文字还是配偶 都很有意境 让人浮想连篇 网友有的在微博上留言说 可能要有好事发生了吧 而在昨天晚上也连发两次微博 配了胡德的自拍配文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直呼九个月自拍 而在胡德的连续更新博文后 不少网友都表示很激动 毕竟这也是胡德好久没有更新博文后的 第一次更新 而且还是发自拍 作为千万几粉的胡德先生 怎么会不让人激动呢 有的网友在看到了胡德先生略带伤感的自拍后 疑惑的问问胡德这是怎么了 而胡德今天早上口中的日出东海 这是太阳正正生日 而我心向南 这里的男子应该就是南方车站的聚会 这样解析应该是没有错的 从4月28日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开机 至今就差那么一天就整整三个月了 通常情况下 一个电影最迟也是这个时间能够杀青了 在胡德更新博文后的第一时间 粉丝就回了胡德四个字 我心向胡 可能粉丝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既然你的心是向南 那么我的心就向你胡魁 胡德有才 粉丝也有才 尽管胡德很少更新博文 但是只要是一更新 都是留言满满的 不知道大家对胡德的心系 南方车站的聚会期待不了